先來一個直覺測驗 好的 這個直覺測驗 當然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有關係 好的 題目很簡單 你的表弟 每個人都有一個表弟吧 參加重要的體育比賽 你覺得他成績如何呢 直覺 一 他得了第一 聲名大噪 從此在他們學校走路有風 第二 根本就吊車尾 不能跟人比 原來表弟是個宅男來著 所以參加這個比賽 才知道自己體能不行 三 太緊張沒睡好 影響成績 比如說預期應該是前三名 把結果掉到五 六名 因為他太緊張了 四 有策略 所以成績不錯 好 所以直覺你的表弟 是哪一種呢 請選擇 表弟參加重要體育比賽 直覺成績如何呢 請依直覺作答 選好了就請唐老師來公布答案 來 錯的是 面對科學無法理解的狀況 你處理的態度是什麼 所以我們來看看你的態度如何 沒有人選的 我們先來看一看好不好 好 覺得因為有策略 所以成績不錯 是被教練給提升起來的 那麼你的態度是 我們現場都沒有人是這個態度 叫做淡然處之行 好 世間無奇不有 淡然處之即可 所以如果他家的碗盤會飛 他家的門會開開關關 他們可能還會說 讓我過一下好不好 不要鬧 今天有客人 可能他就是 所以我們現場沒有人是這樣 太淡然了 好 Eason先是不是 好 我跟Eason同一組 我們這一組先好了 是 我剛剛就覺得你們選到這一組 還滿像這個答案的 我沒有辦法有這種 跟大家分享 我只有上 是去年嗎 後面的朋友走過去 好棒 就是在這個門打開 對 我記得 好棒 然後就 好棒 然後就停機 然後我們就問他們為什麼停機 他就說後面有一個人走過去是誰 我們就門打開 請他不要躲在後面 出來好了 結果打開 大家那個FD就走進去 後面沒有人 拍下來嗎 有 後來導播就有 回放就有看到 好棒 拍到 好棒是怎麼 很清楚 所以你們節目為什麼會那麼發 就是有 沒名之中有一些人在幫忙 對 這個說法是真的嗎 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拍戲現場 如果那一齣戲 有那個東西 對 唱片你碰到鬼就唱片大賣 我在錄音室裡面有遇到過 然後錄音室那張唱片就大賣 對 觀眾朋友跟我們一樣選三 是 這一項的 好 你覺得你的表弟掉了車尾 不能跟人比 那麼 你遇到無形的東西 處理態度是 慌亂又緊張 莫名現象太嚇人了 先逃再說 真的能閃則閃 所以你還錯 真的遇到事情以後就會變淑辣 所以你們有點神經質 不要自己嚇自己 我覺得你們有可能 就算事情都過了 你們還在驚嚇中 因為慌亂型的特色就是這樣子 對 那那個 逸凡跟凱蒂 如果你的表弟是太緊張沒睡好 而影響成績 那麼你面對這個不可解釋的狀況 小心防範型 傳言必有原因 謹慎總是好 真的 不過你們這一款 你們就是屬於心魔 會被你養起來的那一種 會嚇自己 對 會自己嚇自己 所以你去到任何新的地方 倘若你聽說過這裡的故事 就算現在很乾淨 也會被你想成不乾淨 對 所以你們是屬於有點過度緊張了 過度緊張 但是你們是相信的 所以也會很小心的去防範 然後也會因為經驗累積 慢慢越來越有經驗 從菜鳥變老鳥 總是有一段過程的 加油 好的